因为嫌弃妈妈是一个农村妇女 她不准妈妈来参加家长会 但家长会开到一半 她看到妈妈居然来到了学校 顾不上老师正在讲话 她急匆匆举起手 谎称自己想去上厕所 虽然这样做会引起老师的不满 但她更害怕妈妈出现在同学面前 更害怕土力土气的妈妈让自己丢人 她跑下楼把妈妈拽到了操场 虽然妈妈解释说是因为担心她 害怕她被同学误以为没有母亲 但她根本听不进去 看着妈妈的表情 她意识到自己可能伤害到了妈妈 但妈妈没有怪她反而开始自责起来 怪自己忽略了女儿的感受 仿佛像做错事的孩子一般 她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让妈妈回家 妈妈把带来的南瓜饼和茄子递给她 让她送给老师 离开前她转过头 看到的是妈妈灿烂的笑脸 但她不知道在她离开后 她的妈妈失落地低下了头 她看不到此时妈妈的难过 看不到此时妈妈那如同被石头堵住的心口 她不知道妈妈独自走了很远的路回家 也不知道妈妈在路上都想些什么 在智书很小的时候 她是妈妈的心头肉 或许是因为怀念出生后就夭折的姐姐 智书得到了比弟弟更多的爱 在吃零食的时候 妈妈会责怪弟弟吃的太多 没有给智书多留一点 智书的父亲是村里的搬车司机 每天会顺路接他回家 村口有一个凉亭 智书每次回家都会经过这里 虽然家里并不富裕 但日子过得也还算可以 家里有一只小狗 家的旁边有一棵大树 智书度过了一个还算快乐的童年 但在读初中时 智书开始嫌弃妈妈 妈妈总是在买菜时讨价还价 这让她觉得很丢人 你不觉得害臊吗 省下这几毛钱能买别墅吗 她讨厌妈妈的做法 但妈妈似乎完全不在意 父亲在那时患上了波及 经常被乘客嘲笑是一个瘸腿司机 在外面受了气 父亲会在家里把气撒在妈妈身上 外面传来父亲殴打妈妈的声音 智书只能和弟弟躲在房间里哭泣 但每次挨打后 妈妈都会惦记姐弟俩还没吃饭 为他们做好晚餐 妈妈的脸上全是瘀青 但每次都会说不要紧 这样的家 她真的一刻也待不下去 她对闺蜜哭诉 我讨厌这个家 我讨厌总是打妈妈的爸爸 讨厌不会反抗的妈妈 将来我要考上首尔大学 去了那里之后就再也不回家了 读高中时 父亲还是会打妈妈 他一个人坐在村口的亭子里伤心 妈妈会跑过来安慰他 智书有劝妈妈和父亲离婚 劝妈妈离开这个家 妈妈其实也想过离家出走 但想到自己离开后吃苦的还是女儿 如果自己不在了 洗衣做饭照顾弟弟这些事情 全部都要智书做 想到离开后女儿要说这些苦 妈妈每次都想着 忍一忍就好了 妈妈还带来了热乎乎的烤红薯 即使智书不情愿吃 妈妈还是把红薯塞到智书嘴里 时间慢慢过去 在高考查成绩那天 父亲还在为智书的学费发愁 自言自语说着女孩子不用读那么多书 反正以后是要嫁出去的 但智书如愿以偿考上了首尔大学 而且她拿到了全额奖学金 不用家里出一分钱学费 父亲嘴里说着干嘛 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念书 但脸上还是露出藏不住的喜悦 在给智书买新衣服时 妈妈会在店员面前 炫耀自己的女儿考上了首尔大学 神情之间满是自豪 离开那天 全家人送智书上火车 智书要在首尔独自生活四年 妈妈让智书一个人 在外面要好好照顾自己 在一家人不舍的目光中 智书踏上了前往首尔的旅程 在车上 智书打开了妈妈送给她的包裹 这个包裹很重 里面装满了各种式的 还有几包装满零钱的塑料袋 这些钱都是妈妈平时省下来的 包里面有一封信 里面写着妈妈不愿当面和智书说的话 我没能力供你读书 妈妈很惭愧 但是妈妈为你感到自豪 我很不放心你一个人去首尔 你在那边会不会按时吃饭呢 在那边会不会生病也没人照顾呢 但妈妈相信你 所以才舍得你离开 包里的钱不多 我没能给你最好的 对不起 去了首尔后 智书开始慢慢适应大城市的生活 他白天在学校上课 晚上会在饭店当服务员兼职打工 一晃四年的时间过去 智书毕业后在首尔的一家电视台当编剧 他常常写刀写到很晚 在没有灵胆的时候 他会打电话给妈妈 似乎是知道智书的辛苦 妈妈会在电话内头唱摇篮曲哄智书入睡 妈妈有时会去首尔看智书 但每次都会带着大包小包 里面全是智书爱吃的东西 在路上 包里的东西洒落了一地 妈妈一惊一乍地让路人帮忙捡 看到妈妈慌慌张张的样子 智书有点生气 虽然已经长大 但智书仍然会感觉有一点点丢人 他抱怨妈妈每次都带这么多东西来 这些东西在首尔随时都可以买 但每次妈妈都会答应他 嘴里说着 好了好了知道了 下不为例 时间慢慢过去 智书谈了一个男朋友 是首尔的本地人 他很爱男友 也答应了男友的求婚 在一个周末 智书带着父母来和男友的父母见面 但是见面时 房间里的气氛却冰冷到极点 南方的父母不喜欢智书 嫌弃智书是穷人家的女孩 被自己当成心丹宝贝的女儿 居然被贬低得一文不值 妈妈和对方吵了起来 你儿子在美国舒舒服服留学念书的时候 我女儿一边上学一边打工 别人家的女儿在首尔吃喝玩乐时 我的女儿一条牛仔裤穿了两年 我女儿虽然出身穷苦 但却是我家的顶两种 你们没有经历过我女儿的一切 凭什么这样贬低她 回到家后 智书告诉妈妈 她不打算嫁了 听完后 妈妈不停地对她道歉 因为父母没出息 让女儿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 因为父母拖后腿 让女儿不能嫁给自己心爱的人 晚上 妈妈独自去了智书男友的家 她找到了智书男友的母亲 不停地向对方道歉 因为她知道智书很爱男友 她不想因为双方父母的矛盾 让女儿错过心爱的人 一年后 智书和男友结了婚 也顺利地怀了孩子 在生孩子时 智书痛得呼吸都困难 但她听到了手术室外 妈妈的喊叫声 孩子出生后 智书和妈妈在外面 看着刚出生的女儿 突然智书问 你在生我的时候 也是这么辛苦的吗 或许每个女人 在没有当母亲之前 不会理解母亲的辛苦 或许只有在亲身经历过之后 才会理解母亲的不容易 岁月缓缓流逝 智书生下的女儿长大了 智书还是会时不时 收到乡下母亲寄来的各种事的 但是在这天晚上 智书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父亲去世了 在葬礼上 母亲哭得撕心裂肺 明明在世时 父亲会经常打妈妈 但父亲离开时 妈妈还是会感觉到悲伤 智书也和妈妈一样 她回忆起了父亲的好 想起了自己在准备高考时 父亲会默默把补脑的饮料 放在门前 想起自己在离开家之前 父亲会独自转过身流泪 他本以为自己不会缅怀父亲 但此时他有关于父亲的记忆 全是父亲的好 父亲去世后 弟弟也即将去服兵役 智书本来想接妈妈去首尔 和他一起住 但妈妈不敢去 妈妈嘴上说着不习惯首尔 去那里会觉得人生地不熟 但其实智书心里清楚 妈妈是想让他有一个 可以随时回来的家 因为已婚女人 如果遇到了伤心事 娘家就是最后的去处 智书和弟弟离开时 妈妈不停地挥手催他们走 家旁边的大树还在 当初的小狗虽然已经去世 但小狗生下的两个孩子 也留在了这个家 只不过留在这个家里的人 只剩下妈妈一个人了 之后的日子里 妈妈有时会来首尔看智书 虽然不经常见面 但母女二人见面时 还是会吵架 智书的丈夫辞职去休学 智书不仅要照顾孩子 还要供丈夫上学 母亲埋怨女婿让智书受苦 但智书觉得为了 支持丈夫的梦想 辛苦一点也无所谓 他们说着说着会吵起来 但每次吵完架 都是妈妈去哄智书 中国邻联合 孢鹤剖了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吗 两年后的这天 志叔一个人坐火车回家 从火车下车后 还要坐一个小时的班车 他路过村口的凉亭 一切都好像没有变 一切都好像是小时候记忆中的样子 看到很久未见的女儿回家 妈妈会开心地抱着他 责怪他回家也不提前告诉他 但这一次回家 志叔好像和以前不一样 他吃饭时会没有胃口 要用水拌饭才能吃得下 妈妈问他怎么吃不下饭 志叔只是说可能是因为季节的原因 他去找小时候的好闺蜜 闺蜜嫁给了一个屠夫 在小镇上开了一家猪肉店 虽然每天要切猪肉 但看得出来闺蜜过得很幸福 在和闺蜜聊天时 他求闺蜜答应他一件事 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会很忙 所以拜托你一定要经常去看我妈妈 我爸爸去世了 我嫁到了首尔 我弟弟也在外面工作 家里只有妈妈一个人 如果没有人陪他 那他会觉得很孤单 闺蜜好像知道了什么 点头答应了志叔 晚上妈妈问他是不是和丈夫吵架了 不然为什么会独自回娘家 志叔解释说只是想回来看看 但说着说着 母女俩又开始吵了起来 一切都和以前一样 但似乎又和以前有一些不一样 第二天 志叔带妈妈出去玩 他们在景区看了漂亮的枫叶 去餐厅吃了一次昂贵的午餐 虽然妈妈还是会埋怨他乱花钱 但他还是能看出来 妈妈很喜欢吃这些菜 他又带着妈妈去买新衣服 然后和妈妈一起去照相馆拍合照 晚上回家后 志叔对妈妈道歉 他昨晚不该对妈妈发火 妈妈察觉到了志叔的不对劲 他问志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志叔不肯说 趁志叔洗澡时 妈妈打电话给女婿 从女婿的口中 妈妈得知志叔患上了一线癌晚期 女婿在电话那边气不成声 而这边的妈妈仿佛丢了魂一样挂断了电话 妈妈不能控制自己的眼泪 但他又怕自己的哭声被女儿听见 所以只能压低声音哭着 妈妈本来想装作不知情 但在给志叔按腿时 他还是没忍住哭了出来 妈妈嘴里说着 谁也不能把女儿从他身边带走 他会保护好女儿 妈妈不想离开志叔 但志叔又何尝想离开妈妈呢 他对妈妈道歉 为他之前做的那么多措施道歉 他不该对妈妈经常发火 不该让妈妈一个人独自住在乡下 他不该每次都先挂断电话 不该每次吵完架后 都要妈妈先来哄他 在妈妈家里过了三天两夜之后 志叔要坐火车回首尔 在送志叔时 妈妈只是紧紧抓着志叔的手部说话 在上火车时 志叔被对着母亲 终于没忍住还是哭了起来 仿佛是知道以后再也见不到女儿 妈妈隔着窗户 想要抓住女儿的手 似乎是只要抓住女儿 就能让女儿永远留在他身边 火车慢慢开动 妈妈也跟着火车一起跑了起来 因为妈妈逐渐意识到 这一次志叔可能真的要离开了 这一次告别 或许就是有别 坏!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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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后知书去世了 所有人都在失声哭泣着 在火花知书的遗体时 只有两个人没有哭 不懂事的女儿没有哭 而流干了眼泪的妈妈也没有哭 参加完女儿的葬礼后 妈妈独自一人回到了乡下的家 时间已经是冬天 田里已经覆盖了一层不厚的雪 她回到家门前 此时家里很冷清 没有人出来迎接她 日子又仿佛回到了从前 妈妈一个人做着饭 只是家里养的小狗 不知道为什么少了一只 在平常妈妈会自己看电视 只是她的眼睛没有盯着电视 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 有时妈妈会翻出以前拍的照片 会因为思念之书而哭泣 有时她会一个人坐在门前的台阶上 一个人在这里坐很久 她的脑海里 或许是在回忆着她的一生 回忆着过往的遗憾 回忆着过往的幸福 回忆着曾经陪伴她 但又离开她的人 回忆着每一个人的英龙笑貌